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尊敬的最同修最后法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 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今天简单来为大家介绍 佛这十一位大弟子的代表呢 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就是周立盘特尊者 周立盘特这一生 得到感召这样的果报 就是得一次的果报 释迦摩尼佛已经为我们说明 把周立盘的前因后果也为我们说明 他自己本身这一生也不是天生这样的 也不是生生世世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他的私心 没有全心全力 真心真意来帮助别人 来教导别人 怕别人啊 学习之后啊 超过了自己 所以没有全心 所以没有全心 来为大家 所以 因为他的吝啬 因为他的吝啬 所以这一生感召这样的果报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德 英国通三世啊 你看他老人家前世是一个三丈法师啊 通宗通教 在当时可以说是讲经法师啊 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讲的不是普通人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视线 这个一次的习性 感召他变成这个样的果报 所以今生我们 如果懂得这个因果 这个道理 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的心啊 就定下来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所异道种种的 都有因缘果报的嘛 也不用怪别人 这个就是自己感召来的 所以 我们常常啊 对这个经典的教诲 听起来好像容易明白 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常常疏忽 为什么会疏忽 为什么会疏忽 因为我们常常啊 为我们自己的习气 被蒙蔽了 今天我们念佛不能得力 也因为你是这一个 所以很多人说是我要怎么念佛 你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任何什么样的环境 你把你的心真正放在阿弥陀佛 把你的愿 放在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大悲 以慈悲为本 以阿弥陀佛成就自己 以观世音菩萨成就别人 你能够这样修 你走到哪里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的生活比任何人更快乐 更幸福 明白这个道理嘛 所以讲来讲去讲了太多 认识的佛法 对经典我很清楚 叫他被无量受信 被的无流啊 非常呢 说我们讲了 有没有做得到 十个人里面 九个人几乎都做不到的 什么原因呢 没有这个心 所以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疏忽 所以人家问我 师父你怎么念佛 你每天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走到哪里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你把心放在阿弥陀佛 像中风果实不是讲了吗 人人就是阿弥陀佛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你走到哪里都是阿弥陀佛 你还要跟人家计较吗 还跟人家起了忏惠心吗 不会 有人说师父很难 难就是你不肯做 不肯听 又不老实 也没办法呀 所以师父引入门修行在个人 自己怎么成就 法师只帮助我们引入 你哪个地方不对 我们来纠正 能不能成功就是看自己 这个就是周利潘的本身 他为什么会成就 因为他的心放在学习的精神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现在这个实在的动乱 人不相信吗 不相信谁 圣玄的教会 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相信自己的做法看法 会做错吗 当然会做错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们非常难得 有这样的因缘来学习 我们好好来学习 不为谁 为自己 做出一个好样子 所以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 为什么会动乱 什么原因 它的根源在哪里 交易出了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 感觉好像天下太平 走到哪里都是太平的 有时候看到外面的人 真的好可怜 每天争来争去 不知道争什么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常常劝道我们 六道的反复 哪怕是四圣法界里面 都没有具足所谓的 都没有具足所谓的四境的 这四境的 昨天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那如果懂这个明白这个道理 你这一生没有好好把西方籍的 自己锁定了 那真的很可惜 你看那个 那个 八十八佛里面 最后的法界障身 阿弥陀佛 不是有一段经文吗 这说明什么呢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到这个世间来 世间成佛 唯独最重要的就是要为 大家来说明阿弥陀佛的本愿海 这个本愿海在哪 就是劝导我们要到西方净土 只要你到西方净土 你都记住这个使得了 所以啊 这个 为什么今天会动乱呢 你看过去人家讲 人人相信因果 天下 太平之道也 人人不相信因果 天下 下面的什么 对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 去注意这一点 其实啊 如果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你的心就平静下来 为什么会平静 因缘果报 吗 中什么因 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果报 自己的处底的问题 不是在别人 所以今生我们被人家 侮辱批评 毁谤 或者甚至于伤害 你的生活种种的是什么样的 逆境顺境 这个都是跟你自己的关系 别人跟你无关的 遇到什么样的逆境 明白这个道理 谢谢他 感恩他 来成就我 遇到什么样的顺境 谢谢他来提醒我 你的心就平静下 容易平静下来 所以啊 在这个地方 周立盘特 就是因为他没有全心全力 真心真意 自己的这种的实心 感召这样的果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劝导我们不能另受 不能另防 连佛法都要放下 何况是法 你怎么能够去吝啬呢 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周立盘特 前因后果 讲得清清楚楚明白白白 而释迦牟尼佛很清楚很明白 用什么方法来帮助周立盘特 回复他的本来的面目 这个很重要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有圆满的智慧 有神通通达 种种的方法 知道周立盘特 愚痴这种病因在哪里 发生在哪里 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回复 释迦牟尼佛有这种能力 他因为他有智慧 圆满的智慧 所以教他用精神意志 集中在什么 在修这个法门 什么法门 扫除成果 所以他老人家你想 那真的成就了 你看 我们在外面 在扫地的时候 一边扫地一边骂 我骂这个骂那个 我这个 不懂得规矩 不懂得干净 其实给你机会修福报 你一边扫地一边骂人 你不是造口业的吗 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样子的 尤其特别我们在佛堂里面义工 一边做事一边讨厌 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很多了 这个事情我太多了 我太了解了 你看师父管很多道场 这个道场里面 本来是道佛堂是菩萨的心态 一进来慢慢 这个菩萨心变成什么 裸刹心 裸刹了你看 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变成这个样子 你去留意一下 你就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道场 一定要有道风学风 你没有学风道风 那这个道场就没办法了 我来到道场是在求法的 修福 修慧 如果来到道场 没有法让人家修福修慧 你说这个道场能够维持久多久呢 没有法 有可能吗 所以三宝里面佛法神缺一不可 佛代表什么 我们为什么来到佛堂礼佛三拜 我们是拜木头的吗 那拜什么 这个三 为什么我们每次要共修之前先礼佛三拜 这个三拜是代表什么 觉证 人家听不懂 怎么觉证 那怎么说呢 怎么觉悟啊 人家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拜佛干什么呀 这有什么表法 像师父常常每次礼佛三拜的时候 归佛 对不对 愿断一切恶 我要发愿 来断除所有一切的恶念 不好的行为 改变自己 才能够来成就别人 不断的这样的是发愿 不断的这样的来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啊 第二拜的时候我就规法 运修一切善 虽然 这个善 没有一个一个标准 但是在佛法里面 就是以实善为标准 我要修一切善 从我的行为 从我的齐心动念 愿意造作 不跟人家作恶员 不造业 想尽办法来帮助别人 有能力我就帮助 没有能力的话 我来看待我自己 用我的全心全意来祝福他 那第三呢 归一身 应适度一切众生 这个圣的代表什么 我的心不断的 你要照顾 要培养你的清净心 这样的发愿 这样的发愿 那我们这礼佛专拜的代表是什么 就是教你要发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今天为什么称为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他的愿力 不可思议的 连这个道理我们都不懂 那我们这拜佛做什么 好 所以 主师大德 到最后 归回到依据阿弥陀佛 这个道理很深 所以以前有人问 我们师父上的老和尚 你的接力是哪一个 老和尚说 我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是对谁讲的 所以有一些 内行 听起来容易 懂得明白 那外行的人听不懂 那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戒为师 那什么意思啊 在涅槃经里面 佛最后的那一口气 还在交代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那不然的话 我们为什么净土法门 三世诸佛的正因 都是建立在什么 哪一个 三世诸佛 以净土法门 都建立在哪里 建立三福 净月三福第一福 先教你做人 人都做不好 你怎么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这个周立盘的这个故事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了 有两件事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种 一种说明 这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 第一件事的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啊 就是说明啊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说 师父啊 我觉得自己的上根的根性很差 或者呢 我没有天分记忆力也不好 我什么都不好 我怎么能够学佛呢 我能够成阿弥陀佛吗 我还能够成佛吗 很多人会常常有这种的疑问 阿弥陀佛很深妙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没有这个身份去学习 我们没办法 我的记忆力很差 我比谁更笨 比什么样没有用 其实在这个地方 周立盘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样子 视线证明 像周立盘的这样的根性这么差的人 记忆力这么差的人 你想一想 你跟他比如何 你跟周立盘的比如何呢 你比他好多了 周立盘的那个根性 那个记忆力你想一想 我们比他很多了 几百倍了 他能够实现正果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佛常常讲 你本来呀 都是皆业佛性的 你都能够成就的 不要看片自己 不要看尽自己 你自己能够成就 别人怎么看你 那个不重要 最主要的 你有这个心 周立盘的就是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你看他成就了 像他这么差的记忆力 你想一想 他都有这种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会比他更成就 怎么成就 他能够证得阿罗汉果 那你们呢 当我希望进 成佛了啊 地位更高了 不得了啊 你还是有意什么呢 不用有意的 那个修行最高的 最难成就的就是什么 就是成佛 佛都能够成就 那外面的这些 那就容易办了 什么地位啊 什么财 什么这个这个富贵啊 这些 很简单的 佛不用教 其他宗教都会教你的 佛啊 这种的国也很难成就 你都能够成就 阿弥陀佛今天 建立西方吉人世界 不是给我们说 哎呀我要去那边享受 不是啊 我们去那边去学习的啦 将来度众生的啦 不是去那边 我要住大房子就有大房子 我要去玩的去玩 不是 去学习的啦 所以很多人说 阿弥陀佛那边不得了 我去那边好好享受 享受完了 我要到这个世间享受 哎呦哪有机会享受啊 你到那边你不用功 你也丢脸耶 你也没面子啊 人家在用功啊 你在那边打个睡 你不是很没面子了吗 哦 所以啊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做立法的就是一个个性 第二件事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摄立佛在佛弟子当中 是代表什么 特别是在这一部经 智慧第一啊 你看摄立佛有这么好的智慧 我们跟摄立佛尊责 比起来如何 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清楚哦 我以为你们 我比摄立佛更厉害 这个 这个 每次都念阿弥陀佛 都念阿弥陀佛了 你说 你要不要念阿弥陀佛 要 从这个角度我们看一看 你就明白了吗 哦 人家都念阿弥陀佛 你还不念阿弥陀佛 还绕一大圈 但是这个圆啊 还是看个人的圆 像前几天有人问我 师父 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能不能往生 当然了 可以啊 为什么呢 只要你把 所学的这些 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照样 来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可能啊 阿弥陀佛说 哎 你要我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念我的名字 不行 一定要我念我的名字 记得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就请观世音菩萨来接你吧 阿弥陀佛不要这样讲吧 如果阿弥陀佛这样讲 那干脆就不用念了啦 也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没必要了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看到西方世界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看个人 有人问我师父 动不动要劝人家 这个我是鼓励啦 去不去是你们的事情啦 我该说的我已经讲了嘛 对不对 这个是吉祥话 不是不吉祥 所以呢 你说我们还不要念 要念啊 所以有时候我遇到几个统修 我问他 我问他您有没有念佛 哎呀师父 现在是非常死期 为什么 现在是赚钱的时期啊 这个念佛以后的事 我说工作赚钱你事也可以念佛啊 哎呀太难了 以后 以后师父 我一定能念阿弥陀佛 不久以后 他家里抱了一个孙子 因为念佛 哎呀师父 现在很忙 为什么 我儿子哦 娶了一个太太 今天抱了一个孙子 我现在很忙啊 超过孙子啊 我哪有时间啊 不念佛啊 不念佛 等以后全部已经处理好了 全部 孩子长大了 孙子长大了 哎 那个时候啊 我就静下来 跟师父来念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 不知道你先走 还是师父先走 这个很难讲 今天能够做的 不要等到明天 你看祖师大德 从应光大师 欧依大师 临死大师 这些祖师大德 通宗通教 通通都放下 后来呢 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原因啊 大家都知道啊 特别是临死法 这个临死大师 临死大师 后来讲了一句话 讲了什么呢 三藏十二部 下面呢 老给逼人悟嘛 八万四千行 你看 老老实实自己念阿弥陀佛 后来成为我们净土中的祖师大德 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 周历盘德他有这个心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 这个心代表是真心真意的 那我们念佛是用虚情假意的那种啊 那自己最清楚的 这个简单 把这个周历盘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两件事给我们鼓励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周历盘德在这个佛弟子当中 大家称为他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义特第一 困学成功 特就是特别的 义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周历盘德啊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节 虽然很难受 在这个困境啊 在这个逆境 遇到种种的这些的折磨 加上自己的障碍 他从来都不会放去 你看他的哥哥赶他回家 种地放牛 他都不肯回去 那种学习的心态 而且不断的继续努力 用功精致 像这样的人 我们值得来学习 像这样的精神 值得我们来 来效法 人家都能够成功了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这个就是周历盘德啊 在这一段里面 在这个佛十大弟子里面的代表 为我们说明啊 非常的清楚 这个啊 简单为大家介绍 这个周历盘德 这个本来 所以这个 因缘果报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得啊 周历盘德啊 非常难得 做一个视线给我们看 像他这一类的人 在这一部经 弥陀经里面 是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 嗯 你看 他为什么回复 最后正的阿罗汉果 他代表什么呢 一个字 嗯 他的专心 好 而且这个专 从他的真心正义 而发出来的 好 只要你真的专注 你把你的精神意志集中 在这句名号 你都会成就的 他就是表法这一部经 佛说阿弥陀经 好 这个是周历盘德 接下来呢 就是要介绍 第八位 是谁呢 哎呦 南陀 大家好厉害喔 记忆力很厉害喔 这个南陀是谁呢 这个我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南陀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人的故事 这个南陀尊者啊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包弟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亲弟弟 后来呢 释迦摩尼佛也度他出家 那他怎么出家的呢 哪陀佛尊者啊 他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想要出家的 一丝好的念头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生活很完美的 你看他是一位王子 再加上他的太太是美人一个 在印度那个时候 可以说啊 非常美丽的 你想想想 这么好的家庭 他会想出家吗 没有 但是释迦摩尼佛呢 想尽办法要度他出家 但是他的太太有知道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啊 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他的出家的音乐 那有一次啊 时间还有五分钟 讲一句话就 时间又到了 这个有一次呢 释迦摩尼佛啊 来到他的家里啊 托波 但是释迦摩尼佛很聪明哦 他没有进到他家里 在哪里等呢 你知道吗 在路边 有一段距离 不进来 释迦摩尼佛在那边等他 所以他家里的人 就跟那个难头讲说 释迦摩尼佛啊 来托波 但是奇怪今天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不进来的呢 他的太太知道啊 他的释迦摩尼佛的用意 所以啊 当这个难头要把这个使物供养释迦摩尼佛的时候呢 他的太太把这个化妆粉啊 化妆粉啊 你人的化妆粉啊 弄点水 湿湿的 把这个化妆粉呢 放在这个难头啊 的手上 就跟难头讲 你可以出去 但是这个水粉啊 还没干之前 你必须要回来 没想到一出去啊 一出去不回了 一出去也被释迦摩尼佛带走了 他带走之后呢 就把他剃头出家 那个难头剃头出家的时候啊 他有没有真正在用功 没有啊 每天想着谁 他的太太 我想到好辛苦 我每天很多次想要逃跑 逃跑嘛 但是不成功 有一天啊 看到释迦摩尼佛要出去拖波 释迦摩尼佛往西跑 他呢 他呢 就往东 但是释迦摩尼佛知道有神通啊 没想到啊 释迦摩尼佛在半路就等他了 一到释迦摩尼佛 乖乖回来 你看释迦摩尼佛好厉害 回来之后呢 释迦摩尼佛观察如果这样下去不行 不但不会成就 所以有一天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就告诉这个难头啊 好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去昌晚 这难头就问他 你去就知道了 释迦摩尼佛带着这个难头啊 用神通啊 要到哪里知道吗 到哪里 停工 停工哪一个道 欲界里面哪一道 道理 道理天 每到道理天之前呢 走了一半就停了 停了一半的时候呢 那就难头就问释迦摩尼佛 你为什么停 没有 我先想让你看一下 他说下面有一片森林 在身边森林很多猴子哦 但是猴子这么多大概有五百 但是只有一只母的 剩下都是公的 这些公的就是追一直追这个母的 哇 这么多爱上这一只母猴啊 哦 然后释迦摩尼佛就问了难头 哎 这一只母猴啊 这么多在追他 跟你的太太相比是怎么样 你想想难头听到这句话 会不会高兴 很不高兴 开玩笑 我家里这么漂亮的一个 你怎么能够跟猴子比呢 不高兴 不理这个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一句话没讲 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到哪里 套利天 到了套利天啊 突然间啊 这个难头啊 看到这个有一个皇宫啊 很多天理啊 都在忙 哦 那问释迦摩尼佛 他们在忙什么 你不知道 你去问他吗 问他的时候 你们这些忙什么 看你这么忙 没有啊 我们现在在忙 啊 这个 我们这个天 我们这个皇宫的主人 这个主人是谁呢 他啊 现在跟释迦摩尼佛在修行 是一个出家人 那以后啊 命 那个命中之后啊 他会到这个道利天 做我们的天主 哦 那个难头很好奇 跟释迦摩尼佛出家的 我应该认识啊 他就问他 那个出家人是谁 这个出家人的名 叫做难头 哇 那个难头好高兴啊 哇 这个真的很高兴 叮咚他 是难头的名字呢 赶快去找佛头 佛头 好前面我们不用再往前走了 现在我们赶快回到家 因为我要好好修行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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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问难头 你真的要下去了 噢真的 非常哦 那个美妙非常的赞叹 所以啊 回到这个 这个圣灵啊 这个圣团里面 每天都想着 我要到道利天 这样 噢 释迦牟尼佛就看到它这样的样子 不行 瞬间一来啊 受不了 诱惑又来哦 哎 心里哦 如如不动了 噢 这个 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样子 没办法想 带他到哪里 到地狱去 看到这个地狱大家在忙着 哦 忙着 忙东忙西啊 突然间看到一个小鬼在那边 偷懒 睡午觉这样 而且大家忙着 问释迦摩 小鬼在做什么 为什么大家在忙 大家在睡午觉 偷懒这样 你问他 这个小鬼 遇到这个难头 难头问他 你在做什么 人家在忙 你为什么偷懒 没有啊 我现在主要等一个人 因为一个大锅 这个锅很大 看到那些人被惩罚 因为造业 像我们那些油炸 油条那种 人啊 放在里面油炸 这个很恐怖 看到地狱有时候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源经 第四品 你往下去看 你不忍心去看 真的好恐怖 他说没有啊 我在等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 他现在跟释迦摩尼佛出家 但是没有好好用功 想着都是要享受 现在呢 以后啊 寿命到了 他还到这里惩罚 那难头问他 那个出家人是谁 他名字叫难头 我吓得到他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 我跟释迦摩尼佛讲 好了算了 我们回家了 我好好用功 认真努力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他真的用功 后来证得阿罗汉 你想一想 释迦摩尼佛有这种的方法 我没有这种的能力啊 要不然我会带你们到地狱去看一看 参观一把 让你们看一看地狱是什么样的 真的耶 所以有一次 有一个老居士 他要带我去给一个 一个能够可以催眠的 回到过去的 让你了解过去什么样东西 我说 我不用这一套 金刚经说得好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没必要去知道 火在当下 好好认识念佛 将来你就会知道了 很多人很多人 常常有这种的事情 这个人我认识 好厉害的 我也千年看他 帮助一个人 把他拉到过去 什么样的 他的秘密全部收出来 那个真的好厉害 而且记录下来的东西 跟他的生活一惧一动 都是一模一样 好厉害啊 真的 他有这种能力 释迦牟尼佛 有这种能力啊 所以 难陶出家之后 你想一想在佛弟子当中 大家都称为他是什么 是什么呢 厉容很将来的 麒容 我的手 他 他的声音非常之妙 用现代来讲的 帅哥一个 在佛弟子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的 很帅 你想一想 帅到什么程度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难头 非常不得了 这个故事下面很精彩 一个人相貌好 还有声音好 是一种福报 对 真的 你看 如果今天我们做微弄 唱得很好听 会不会大家留下来 会 哪怕是走的人也不多 如果今天我们的声音 唱起来好像录音带坏掉的感觉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人家会不会反应 会 所以 声音好也是一种福报 相貌好也是一种福报 所以 这种称为叫做果报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所以你要种因 这个因怎么种呢 这个难头下面会跟我们说 它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的美妙 相貌又这么好 下一个星期再做一个简单跟大家报告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鼓励大家我们好好用功 人生无常 昨天师父已经跟大家简单的说了 这一心 这一生一定要把我们的方向目标 一定要锁定 将来我们该怎么生死 这个就是关键在自己了 哪怕是今天我们学佛 学佛也帮助一个人能够得到一种幸福 学佛哪怕是今天我们不想了生死出三界 释迦牟尼佛也有方法 只要你把五界十善落实在生活 这个就是你的本钱 界能够保护自己 也能够保护别人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里面常常讲 也告诉我们 一切善从界而生 一切罪从界而灭 这个道理 我们生活的规律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出家人没有以界为师 你想一想 他能够保护这个袈裟吗 常住不了的 一个居士 你要有一个幸福快乐 你没有以这种的界来做你的老师 你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可能吗 很难 所以佛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 最后归纳一句话 告诉我们 连五界如果我们都做不到 不要说人的身份 人天的身份 连狐狸啊 你都没有机会 狐狸是什么呢 出生到你不是恶鬼 就是敌 哪怕是得人身 你的人身是怎么样的 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鼓励大家 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改变自己 改变别人还不如改变自己 成就别人 还不如先来成就自己 所以今天祝大家 这个六十吉祥 我希望大家发体健康 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